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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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的都唱啦 本宮發誓不再被化臉 但是 化臉的單元又來了 哇 耶 真棒了 公司裡真棒 天后化臉 但是 你會不會覺得說話很難抓嗎 據平均喔 英國有一個VAGA的公司 它做過統計 那麼多 怎麼算得出來啊 但是 我覺得因為是酒的公司 所以要統計出來 講最多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就VAGA這意思 而且這鬼數據 這個騙了的 沒事 沒有 妳沒有講過 喝醉都會講這句對不對 OK...我沒事 我可以走直線 對不對 是VAGA公司做的 這樣就一個謊話了 就算一個謊話了 明明就有事了對不對 好了 今天一樣 有四個故事 各找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來 那我們還是要歡迎新的密探 殷屏 好了 殷屏的這個要出來了 我們要找出他補貨這樣 天后不好意思 我覺得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前車之鑑 後世之師 所以我們接下來呢 假如說四個都是真的 或四個都是假的 那就應該的囉 就是領了 他翻白夜了 如果 四個我們都過關了 全PASS 我就畫他 製作人就走出來 正常那時候讓我們畫 哇 哎呀 打錯連隊了 對不對 整個節目做完了之後 最紅的是製作人 真的 我們都被他搶走了 製作人 抱著一定要讓我被畫臉的 有方式來做 進行這一段 好 好了 今天我們戰曲除了把本幕拉進來 製作人也進來囉 大家認真的玩 認真的看 故事很好聽 但是故事裡面有破綻 知道嗎 如果一旦發現破綻 Cat you Cat you 假貨 假貨 會不會假貨到胸 假貨 假貨就只有山東腔而已 好了 有請第一位 哪位密探來 我先來 好 按照排名 一馬當先 我跟妳講 另外要跟大家介紹這一位 他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故事 他保證比華盛頓還要誠實 讓我們掌聲有請 李明淳 好 好 大師大師 好誇張喔 你找我的閨蜜來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的流程就是 一旦站上去了 故事就直接來了 大家好 這是大家最熟悉的李明川老師 今天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關於職場霸凌的故事 以我臭臉穿的稱號 闖蕩江湖22年 事實上不會有太多的藝人 敢對我造次 不過 就在有一年跨年晚會上 每一年跨年晚會 都是所有的主持人 拿出最厲害的裝扮 以及最高明的這個所有的配件的時候 所以在跨年晚會呢 本人 因為已經做了十幾年 老江湖的字號 大家都知道 我拿出來的絕對都是 隔年的最新的春裝 所以呢 就可以搶先這個流行的趨勢 打敗其他台那些 三教九流的女主持人 所以我的女主持人 通常一定都是穿得最華麗 最時尚 以及最新款的服裝 不過 就在我拿出服裝 跟她這個試裝的時候 大概拿出了八套 她選了其中的三套 那三套可能不是我的首選 但是因為礙於我們在職場上 客人說的都是對的 所以她選什麼我都跟她說 哇 好漂亮啊 妳穿好適合啊 尤其妳這樣一穿上 妳這樣在台上 大家焦點都在妳身上 就連隔壁的男主持人來 都是來陪襯妳的 OK 結果呢 那一天她穿上身之後 開場不到20分鐘 在台上一直用眼神這樣子 轉過來看我 我想說 口渴了嗎 再過10分鐘 又轉過來這樣看我 我想說 怎麼了 妳助理不在那嗎 妳一直看我幹嘛 中間破口休息的時候 她就下來看著我說 妳什麼意思 我說怎麼了 妳要把我冷死嗎 妳不知道今天只有8度嗎 妳是故意找這種衣服來讓我 就是在台上受寒嗎 妳沒有發現我剛剛都講不出話來嗎 我就說 喔 可是因為我們訂裝訂過 這是妳選的衣服 我當然尊重妳的決定 妳選了什麼我就給妳穿什麼 這不是很合理的一個 職場的倫理嗎 對不對 結果呢 她大小姐 就在下一段破口準備上去的時候 突然又這樣子看著我 我說 欸 某某姐怎麼了 我的羽絨外套呢 我說怎麼了 妳現在很冷 對 我就把它披著 因為一般我們在旁邊 場邊休息一定都是披著嘛 對不對 大家你們有經驗都是披著 她 大小姐就把羽絨外套穿上 走上台去拒訴主持她的跨年晚 接著下來兩個小時半的跨年晚會 她就穿著羽絨外套在台上 全程 而我 所碰到的遭遇就是 那個品牌的公關 第一時刻打電話給我說 欸 我借妳的那個當季的村莊 而且是大牌喔 當季的村莊怎麼沒有穿上 我說 喔 有啦 我有拍照 我心裡想說 就是待會兒叫她把外套脫下來 我拍張照 交菜了事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我們也是有一些 那個職場道德要顧 但是 她怎麼樣都不把那羽絨外套脫下來 也不讓我留下任何一張純檔的照片 因為她告訴我 我就是要讓妳難看 當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把東西收一收 我跟她說好啊 沒關係啊 那後面兩套妳也不用穿了 我就直接扭頭我就走了 那天跨年晚會我就走了 還沒有倒數5 4 3 2 1 我就走了 因為我覺得 就是大家是個互相的工作 妳不尊重我 我為什麼要尊重妳 大家也知道我的個性 我也是惹不起的 妳不尊重我我絕對不會尊重妳 因為同時我也曾經對過 另外一個女藝人 就是 在拍照拍到後面 她自己穿她自己的衣服 我就把東西收一收 她走出來說 欸 我們還有一套 我說妳不是要穿妳自己的嗎 所以呢 所以我收工啦 我就把東西收了就走了 以上 我的故事在這邊 除了剛剛又加碼爆了 另外一個料之外呢 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職場霸凌的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危險喔 妳這個故事講得實在是 太順了 就我對川川的了解 我覺得這故事有兩個BUG OK 我覺得第一個BUG呢 就是 女主持人在選衣服的時候 她就選了那三套 她就會講說好適合妳 可是我覺得妳穿出來的個性 她應該會講說 我覺得這一套比較適合妳 她不會這麼慘昧 她應該會 因為她們的學校有自己的主張 她不可能選那三套是她不認同的 第二個BUG就是 如果有女主持人穿羽絨衣主持 怎麼會美上新聞 要快喔 女主持人是我現在問喔 好 妳可以到旁邊 妳到她旁邊去 妳不要那麼害怕 她旁邊問 對啊 問了就是妳背話 誰問妳啊 剛剛妳不知道我們的規矩呢 剛剛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說 妳會不會怕背話 我什麼都不怕 我就是喜歡背話 妳又是妳背話 誰問妳啊 誰問妳 先問而已啦 我們會贏 妳最後一個機會喔 好 快點 筆先給我 筆先問 哪一年 哪一個縣市的跨年 哪一年我不記得 但我可以告訴妳是台北市政府 這個答案並不是很滿意 對 但是我已經回答完囉 來 討論 公關很少立即打電話來吧 對 至少到明天吧 我們自言自語 我們自己在講 我們在猜 我們在分段而已 不用跟他們有互動 那妳去啊 妳去啊 我們都說假的 妳覺得是 講假話的時候 他現在 紅唇還要紅 紅唇 這是人的 這是人的 他全一往上衝你知道嗎 聽他心跳 聽他心跳 沒有 看就知道 有多紅唇這樣子緊張嘛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他臉 沒有 我再看待會兒怎麼畫 欸 那什麼天后 還是你確定我還要畫 妳可以畫牙齒嗎 把他畫得很像 天后 妳這麼有把握 那妳應該要出來聽 妳去啊 新人去啊 猜拳 來 剪刀 石頭 布 剪刀 石頭 布 妳贏喔 妳贏喔 剪刀 石頭 布 我跟妳講 都是送 送妳的 妳看他耳朵紅成這樣子 說話 一般是鼻子會變長 她是耳朵會變長 而且 而且李懿到現在沒有輸過半把 他抓得沒有輸過半把 川哥 妳看一下 他這個臉要怎麼畫比較好 妳看一下 站在這裡的時候 檔案會有點 真的 對啊 這漂亮對不對 去吧 你去看明確老師的表情 我跟你講 妳看 她現在有辦法左耳紅 她待會兒就變右耳紅 她可以控制 妳這樣回到主持人模式囉 請確定 李懿 妳認為她的故事是真實假 確定嗎 確定 好 現在要該領銘川老師回答了 這關係到時的臉要背畫 請問 妳的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的故事是 假的 對 哇 哇 聽說 他真的很厲害 還抓緊 好 等一下 你退一點 你要退一點 要幫我們數 要幫我們數 5秒鐘 5 4 3 2 1 好敢 穿穿 一個大師你把它畫成這樣子 我必須得說 你一轉過去 就是你人生的代表做了 真的假的 而且我必須得說 李懿畫最多 好了 3秒鐘 請轉身 李明川大師 3 2 1 請轉身 到底誰在說謊 玩到火爆現場 真的是她 上場的時候自己改 因為她前面那個 故事改囉 對 我覺得她不是會下跪的 就是今天全是大學 我說大學 大學 不開頭 不要對天后而已 什麼都不可以 2 1 一轉身 什麼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很可愛喔 好了 2號是誰 2號我 2號 好 2號 到底誰來講故事呢 請介紹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人 我真心的覺得她是一個 讓我很尊敬的前輩 然後 我覺得她 是一個 什麼呢 這麼爛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妳是在介紹男朋友嗎 我們要不要再介紹男朋友 我跟她看你們穿的臉 會不會直接介紹她是誰 歡迎她出獎交的 我們要介紹的是 陳志強 來喔 歡迎志強 歡迎志強 故事 請開始 大家好 我是陳志強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 這故事發生在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天放假 我帶著我大學時候的女朋友 到了淡水的渡船頭去坐渡船 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渡船是要坐往巴黎的 在巴黎我們吃完那個孔雀葛之後呢 我們逛一逛 差不多時間了 又坐了原船回來 但那個時候的船 它有分公家船 就政府的船跟私人的船 那時候私人的船 他們就是 跟公家船差不多 它前面有一個山板 船頭 它有室內的座位 但那時候因為是假日 所以遊客非常的多 我們上了船之後 因為我們是比較屬於後面上船 上了船之後呢 裡面的座位已經全部都坐滿了 但坐滿的狀況之下 就很多遊客是站在山板的位置 站在船頭那個位置在看風景 船就開始開了 開始...突然 船老大就船長在廣播 他用很道地的台語說 現在所有的遊客 你要坐 如果我坐就不要開 但是問題是 裡面的座位都已經坐滿了 我們要怎麼進去坐呢 所以大家還是站在原地不動 突然船就停在淡水河的中間 欸 引擎就熄了 不開了 我們就想說 嗯 怎麼回事 是船壞了嗎 船老大就突然下來 口氣很差的說 你們現在所有人如果不上去 不進去坐的話 我船就停在這裡 永遠不開 就用威脅的方式 叫我們全部人進去坐 但是 怎麼想 就是裡面不要說沒座位 連站都沒得站 我們要怎麼進去呢 但是大家因為被威脅了 還是就一個一個乖乖的在那邊排隊 他那個路口很小 就會排隊... 那我的個性呢 就想說 耍點小聰明 我如果那麼早進去被擠在裡面 又不舒服 出來又很晚出來 所以我就站在外面等 等著... 等到大家進去之後 我再跟著進去 就這時候船老大看我沒有動 他又走過來指著我的鼻子說 沒有 你是要進去嗎 我說沒有 你是把自己躺在那裡 看那些都冷嗎 我是要怎麼進去 結果船老大就指著我說 好 意思就是說 你等著喬 我想說船老大怎麼開肚子那麼差 後來慢慢慢慢大家擠進去 我也就乖乖的擠到那個門口那邊 就等著 船就慢慢開...開到了路船頭了 船 到了 遊客一個一個下 我跟我女朋友呢 我牽著她的手 我也跟著她 跟著大家往那個出口的方向走 走著走著我突然手就被一抓 我一回頭 看到其中一個船員 拉著我的手我說 你不要走 那個時候我就直覺下意識的 一個轉身一個揮手 我把她手去甩開 然後 突然後面一腳就 我就被踹到地上去 我那時候說完了 我要講 我要開始我的戰鬥意識了 我一轉頭 我看到我女朋友馬上站在我的前面 擋住說 你們不要打架 這個時候突然一個人出來 抓住我女朋友的頭髮 往旁邊一甩 我看到她抓了我女朋友 我旁邊甩的時候 我說 你怎麼可以打女人 我一站起來轉身180度 用我的右弓拳 從其中一個船員的左臉給打下去 再用我的左手 用180度的左弓拳 從她右臉打下去 我一個人打兩個 正在我在無敵勇猛的時候 突然 兩個人把我的手給架住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動 當我在掙扎 掙扎 掙扎 想要掙脫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方向 那個時候下來叫我們進去做的 那個船老大 他拿著一支錘子 那個錘子就是我們一般在家裡的 那個工具 一邊是鈍的 一邊是尖的 但是 他不是鈍的掏錢 他是尖的掏錢 也就是說 他如果 尖的掏錢 他這樣子揮下來的話 從我頭在那邊招呼過來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站在這邊 跟大家說故事 所以 他就拿著斧頭過來 當他手一擊取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那邊掙扎 那個不是斧頭 錘子一舉起來之後 我馬上就跪下來說對不起 我錯了 然後 我就一直跟他們道歉 一直跟他們道歉 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 這件事我錯 我下次不會這樣子 我可以先下船嗎 他們就會一直在罵 晚上厲害 晚上厲害打 晚上厲害打 所以我一邊走 後面就一個槌 一個槌 我就一直被打 一直被打 牽著我女的邊的手 不放手 但我後面就一直被打 一直被踹 一直被打一直被踹 踹下船之後 因為那個時候遊客已經看到 所以很多人已經報警 我一下船之後 警察來了就看到我 就說是 你們這邊打架是哪一艘船 我就跟他指認說是哪一艘船的 哪一個船長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到警察局去等 等著等著 那時候拿槌子那個船老大 就到了警察局 一看到我 他馬上就跪來地上說對不起 剛剛我一直在勸我那些船員 叫他不要打你 我真的勸不了 我的故事說完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他自己的 親生故事 你去是真的 我覺得他 但是喔 中間那一段 那你去啊 他中間那一段喔 我完全看不懂 應該是假的 我跟你講 當人有生命危險的時候 會有他的那個潛意 他是會低頭的 不是 我一直質疑 為什麼故事這麼爛 這故事很精彩 因為是真的故事 所以你聽起來才會這麼爛 而且 而且你們真的現在已經賊到 給我的本質裡面的故事 還改掉喔 他講到自己的對不對 沒有 那是他上場的時候自己改 因為他前面那個 故事改囉 對 因為前面明川老師已經被識破了 他說啊 不行 這什麼 還得了 我說的是真的啊 他這是 他改故事欸 因為剛剛製作人去後面求他 拜託 拜託你瞎掰一個故事 因為你如果在那邊抓大的話 製作人臉上就花了 我問一個好不好 好 妳問 妳問妳要被畫 要問到貞姐喔 我問喔 請問 這是幾年前的事 大學 我說大學 大學 杜傳統 不要對天后為理 是你聽我東話有沒有啦 天后欸 我不知道大學是幾年前啦 你大學 20幾年前啦 大概20年前 20年前差不多 來 剪刀 剪刀 石頭 布 大哥加油 他是真的 對啊 對啊 你媽有一把欸 你不是很有把握 沒有啊 我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 你都十拿九吻 你要上啊 我十拿九吻 好啦 我沒有一次沒被畫過 好啦 我沒有一次沒被弄過 來 剪刀手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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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剪刀 剪刀 石頭 布 看那個布老師 你就是個布老師 不是 你看我說我要出剪刀 你說贏我啊 對啊 你只要也出剪刀 我就會出剪刀啦 就平手啦 這把你要出什麼 這把你要出布 你要出布喔 剪刀 石頭 布 打開 打開你怎麼會這樣 你自己做決定 你的人生走馬燈 開始要跑 會不會 兩位誇張 我就會猜他是怎麼了 因為他做誇張了 事實上他是個假的 會不會是假再假 假假的 為了 為了讓我猜是真的 哇塞 我們感覺要請國一來了 這要是打麻將的話 少打兩圈 這樣打不穿 你這齣話過 打出去就好了 還是暗戰就好了 李懿你再說一次 為什麼他是假的 再說一次 我就覺得有兩個BUG 我覺得他不是會下跪的人 我也不覺得船夫 會為了打這個架 少賺那幾趟的錢 那幾趟錢 疊五十幾個人 他說這些事情不會發生 我覺得嘛 其實他個性是蠻剛強的 我怎麼這麼笨呢 我的媽呀 沒有啦 你是 現在才知道 英明睿智的天后 對 是天后 大高朝都是同領的 幾百萬的紙幣都靠你了 你這樣子猶豫不決 快點 快點 我準備好了 你不要嚇他 那要畫哪裡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是 一般不會 他只是誇大而已 所以 我上次實在 那個實在太假了 我就猜假的 但事實上是真的 所以我以上次經驗來講 他演得這麼假 所以他是 好 決定好了 OK囉 製作人在笑 所以陳志強你要公布了 強哥 你的答案是 製作人在笑 你的答案是 確定了嗎 確定不改喔 真的一次 真的兩次 真的三次 請說 不改囉 就是真的囉 好 自己要來 強哥 請說布你的正確解答 確定了喔 對 對 可以給他 我看哪一機啊 這一機嗎 帶著微笑 我的故事是 總是愛飄盪的天后麗驚 是否能躲過霸臉的危機 廣告後恐怖登場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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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對他拍了解 剛剛是故意演很假對不對 是不是故意演很假 沒有 那些都是真的 我只是把現場的狀況 很真實的用動作呈現出來給你們看 再好 再好 那你要算囉 10到3囉 10到3囉 1 2 3 請轉身 請轉頭 又是個恐怖片 你剛剛跟我說轉身比較準的 還是一個恐怖片 對不對 請轉頭 好帥 好帥 我現在滿正式的腦胃 好帥 是不是補了比較好 陳哥 反正這樣也沒認出我是誰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 機會禮拜一半嘛 你就跟他坐在一起 畫面更好 拍一顆 我請導演幫我們拍一顆一下 對 導演拍兩顆 來 讓我們熟悉一下 不然待會兒我們會笑到很開心 而且這個節目我們可以到 我們可以到7月的時候 每天都做嗎 好了 下一個 3號是誰 好 來 我跟妳說這一位呢 加油 她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是我們公司新生代的女生 但就有對她的瞭解呢 她美麗的外表下呢 她其實是一個謊言的心 說謊成心 是說謊的人 好 歡迎她出場囉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曾智欣 到底故事是真是假 反超中 是真故事嗎 還是假故事 請開始 大家好 我是曾智欣 我要講一個我在國中被霸凌的故事 以前我是一個轉學生 我剛轉去那個國中的時候 我長得就是還可以 很多學長啊 就是同學都會喜歡我 男生 男學長 然後我那個時候成績又還不錯 蠻聰明的 我都考全校前10名 全校前10名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 很多學長 就是都會追求我啊 然後就引發很多學姐的不高興 然後學姐就是會有點就是想要揍我 覺得我很拽這樣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 算是我們學校裡面最大的流氓 叫做 他就叫龍翔 龍翔 然後他長得也很像龍翔哥 然後他就追我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哇 有一個 全校最大的流氓追我 我就是有一種那種心態 想說跟他在一起或許不錯 然後我就跟他在一起 然後 因為那時候的在一起 都是純純的在一起 就是那種寫寫信啊 然後 會聊天 可是都不會怎麼樣 然後那個時候 全校的學姐 就非常的討厭我 都很想要打我 然後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一陣子之後 我就 覺得好像還是沒有那種感覺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還是分開好了 然後 分開之後學姐就說 Yeah 終於有機會了 我終於有機會可以打正義盧了這樣 我以前名字叫正義盧 他們就 有一次我放學的時候 就同學就過來跟我說 欸 正義盧 我跟妳講 妳要小心喔 外面現在有人在堵妳 妳不要走門口 我就說 哎唷 沒什麼好怕的怎麼可能 我就走... 就真的有學姐叫我說 來 來 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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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就跟他去了 然後我就去那個撞球間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我要被打了嗎 然後 突然 那個學姐就說 怎麼樣 妳現在很秋是不是 我就說 沒有啊 一點點啊 然後他就說 妳... 他就生氣了 他就說 妳...真的是很壞 然後他就 要一巴掌就要打下 他就這樣 啪 就打了我一巴掌 然後我下意識就罵了一聲 按 就是 按 你看 然後 他就說 妳罵什麼 妳罵什麼 然後他就再打第二下 然後我就不敢罵了 他又再打第三下 然後他就連續打了我三巴掌 然後那時候 雖然不敢講話 但是我還是一直這樣瞪他 一直瞪 一直瞪 然後一直到那個 就是之前跟我在一起 那個學長就來救我 他就說 你們在幹嘛 讓他走 然後我那一天就 安全的離開了撞球街 然後第二次 就是有一次我們班上 還有一個被欺負的女同學 她被帶去山頭 就是山的頭上面 然後 山頭 然後 他要被 就是被打 就是他也要被欺負 然後那時候就抽熱鬧 就跟著一起上去了 然後 他們欺負完那個同學之後 突然來了一個 就是那個上次打我巴掌的學姐 又來了 他又叫了一個更大的學姐 他就跟那個很大的學姐就說 我跟你說 我上次打那個學妹 她還罵了一聲按 然後她還瞪我 她說妳幫我報仇這樣 她就說好 那個學姐的體型大概是我 我的兩倍大 然後她就是要打我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 我的後腦勺 她就直接用拳頭這樣 尻我的頭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她打我的頭 我那時候年輕氣盛 我就也很不爽 我就一拳就朝她肚子這樣灌下去 然後她那很大隻 然後她就打我 一直打我的頭 然後我就 一個翻身把她壓在地上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貓她的臉 一直貓她的臉 然後那個學姐就哭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說我要打贏了嗎 這個時候 就有兩個女生把我架住 然後換那個學姐 就起來一直閃我八嬤 一直狂打我 一直打我 打到我就是鼻青臉腫之後 他們就把我放了 回到家的時候我就是 就是這邊腫一塊 那邊腫一塊 我媽就說妳怎麼了 我就說 沒事 我被打了 她就說妳被打了 我就說對 可是 對方更慘 我說沒事 就是朋友之間的打架 我說對方更慘 我也不敢跟媽媽講說 我那時候都被欺負被打這樣 這就是我的霸凌的日子 謝謝大家 我覺得很真 很真啊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真 願不願意我幫你們問 好 妳問一個 一定好問 但是妳不要問到我們牙口無言 不會 浪費喔 菁姐妳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討論一下 那她就有心理防備了 我跟妳講 我現在理智的 因為她現在是很輕鬆的 她沒有任何壓力 我很冷靜的 請問 被帶到山上是什麼山 學校旁邊的一座山 叫什麼 饅頭山 OK了 好了 謝謝菁姐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對不對 不是 不是問題問得好 是她回答得很好 太糟糕了 把剪刀 石頭 GO YES 好了 你們兩個囉 來囉 文哥 上班了 來 剪刀 石頭 布 YEAH 好難猜 對你你你 路在百交沒有策 路在百交沒有策 加德達斯加德 唉唷 好啦 這個 黑色給你 誰都可以玩 來吧 好熱喔 怎麼搞的 好 快 要答題的快 好 大愷 請問妳的答案是 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 好 現在她抓曾智希是個假故事 曾智希請回答妳的故事是 真的還是假的 我的故事是 長得可愛甜美的曾智希 纏刀痛厚的校園霸凌事件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黑社會入侵片場 第一男主角現身揭露 被台詞過度不忘 一目了 第一男主角 不要拍 這個不要拍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他只有落一百多人 要永遠的台灣又一演員 連誰都知道 好真實的故事 好真實啊 妳的故事是真的 還是假的 我的故事是 妳看嗎 我就說是真的吧 這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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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講那麼秋妳都聽不出來 製作人過關了啦 妳看妳這笨蛋 這麼多她有多樣 最好是都怪我啦 問那個什麼山 饅頭山 妳告訴我台灣哪一種山 叫做饅頭山 等一下 饅頭山真的叫饅頭山 真的叫饅頭山 在哪裡 在那個板 不... 智強國中 鏡頭要知道一下 饅頭山 妳是智強國中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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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頭山 這麼小一座 這是個公園吧 這很小 真的有饅頭山 我這樣子瞑目了 死了 都瞑目了 眼鏡拿走 眼鏡拿走 開始輸喔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們畫就算了 為什麼要往我眼球一樣畫 其實我跟你講 因為他想把妳畫成方白眼 畫丟丟丟是誰 是妳喔 妳完全沒藝術美感 真的 這一坨是我啦 丟丟丟這一坨 我跟你講唇形跟眼妝是我 我這個人比較重視唇形跟眼妝 天后 我跟你講 就是妳在畫我眼鏡 我可以非常肯定 這五秒啦 不好意思 好 你讓天后開心一下也應該的 好 請轉身 1 2 3 但他們兩個相比你算是很醜的 等一下 我要說一件事情 你們在這五秒鐘也做太多事了 好了 第四位 來吧 請這邊 謝謝大看 YA 謝謝大看 謝謝 接下來這一個 哇 各位 當代的最佳男主角 戲不但演得好之外 他說話都非常的流利 背台詞 過目不忘 一目了然 所以叫他講的話 你們要注意聽 中間有任何的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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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的 就要趕快記住那個訊息 抓他對不對 他很會緣 我們熱熱的早上歡迎這一位 歡迎 非常會講話的 好 第一男主角 王燦 哇 蔡哥 哇 我要換王燦的 好 請開始 大家好 我是王燦 我要說的這個故事呢 是在大概四 五年前 那因為我去拍了 中國內地的一個古裝劇 那跟我同行的 也有一個台灣的演員 這時候呢 他是已經帶了一個助理在身邊 那我是習慣到了內地之後 請製片人幫我 就是找內地的助理 那我們常常去拍戲的那個地方 叫恆店 因為有很多的場景 非常適合古裝 結果沒有想到就是 製片人幫我找的助理 尤其是他們當地人 因為他們現在 在恆店這邊已經有很多的當地人 跟北漂 所謂北京那邊的臨時演員 都來到這邊匯聚成一個區域 然後也 大家都變成叫 恆飄 然後這時候呢 跟我一起過去拍這部戲的 這位男演員 自己本身已經有帶了助理 可是他就一直想要就是 請我的助理幫他做一些事情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老是要找我的助理 他說沒有啦 他就當地人嘛 所以說有很多地方啊 我需要買什麼東西他比較清楚 那我也叫我的助理陪他去 可是我發現 常常請我的助理去買東西 可是你的助理也沒有常跟著去 而且呢 他就教他的助理 都在現場幫他做他的事情 我就覺得這也太奇怪了 到底是我的助理還你的助理 好 沒關係 反正大家互相幫忙嘛 來到這個地方拍攝 只有我們兩個台灣演員 結果到了某一天 早上起來要出班 我們那時候 那一天要出班是要到外景 就是到那個山頭邊邊 因為 大部分的景都是在那個 就是那個清明上河圖 那個景的內區 景園區裡面 所以剛好那一天就是在外頭 結果那一天剛好也是 我的那一位台灣演員就請他 就是因為我們在外地 他要請他就是說 再去幫他買一些飲料 要請大家吃 請現場工作人員喝飲料 我說這樣很好啊 那你去幫他去買好了 沒關係 這時候買回來 結果因為買的會比較貴 因為當地那邊有一些小蜜蜂 那小蜜蜂賣得比那個 店家的還要貴一倍 那因為他想說要再跑去店家買 再來到這個山頭這邊有一段路 那剛就在附近 有小蜜蜂就在那邊買 結果買了差不多 將近500塊人民幣 這個台灣演員就覺得很生氣 我平常買就大概兩 三百塊 為什麼你這一次就買500塊 你是不是私吞 結果就罵他 而且還懷疑他是不是偷留了他的錢 我就想說現在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的助理一直 平常就還蠻乖的嘛 後來我就盡量安撫 也跟台灣演員講說 原來內地這些狀況是這個樣子 他才 喔 信信然就 勉強就是接受我的說法 那這時候呢 就沒事了嘛 隔天還是一樣 我們還在原來的地方在出外景 就沒有想到我戲拍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有聽到製片人就說 欸 不要拍了... 我想說為什麼不要拍了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以為我是不是NG哪裡演得不好啊 就沒有想到 就看到那個路那一邊啊 一百多人 穿著時裝就走到現場來 我說這個時候 怎麼有那麼多人來到我們這個現場呢 而且就開始在那邊講話 欸 我又看到我的助理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 來到這邊我就趕快跑過去 欸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原來他給我繞了一百多人 要圍我們台灣那位演員 因為就是前一天他就是 給他買錯東西 他被質疑說他拿了他的錢 所以這個時候 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那事情不是又已經擺平了嗎 他說不行 他的人格不能這樣子被污蔑 對不對 然後 還好當天現場那位演員 因為他的班是在下午 所以早上的時候他人不在 這時候就是製片人趕快打電話給他 請他去找個地方 先不要到房間去 然後就是到 就是到那個當場裡頭 找個地方去躲一下 然後這時候就是 我那個助理 找了這一百多個當地人 就在那邊 待了一個下午 我想說這時候 這個這種狀態 因為其實蠻抱歉 就是對那製片人很抱歉 因為這助理是我的人 我想說好不好... 那製片人也了解狀況 那就 讓這個狀況盡量能夠壓下來 就壓下來 結果沒有想到隔天 那個男演員 我們台灣男演員 他就搭著飛機就回台灣了 這是我發生過 讓我覺得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人不要太大偷 我的故事說 好 妳就忘記了他這個故事 好真實的故事 好真實啊 我們兩個直接說是 就過去就解決了 對啊 所以你們兩個 我跟他那麼熟 你跟他熟不熟 不熟 問啊 你問啊 你問一個問題 要猜拳 先猜拳 可以先問啊 問一個問題 你先問 我給你問 因為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你知道答案 我當然知道答案 我知道 我知道是誰 你知道是誰 他這個故事講兩次的 對啊 你都已經講過了 對啊 叫我來猜 我一定知道是誰的 連誰都知道 你看 我講假的都有人相信 你不要太貼 好 我問你 真的好容易被騙喔 怎麼辦 這名台灣男藝人 是本土劇的男主角嗎 我覺得不太好說 因為他 是或不是就好了 你不要太多跟我互動 是 有過 被拖走了 有過 有過 就是對不對 對 有過 好 我知道了 我覺得燦哥 感覺不是會講假話的 而且他剛剛講的其實很真誠 猜拳還是要猜拳 妳運氣真不好 遇到最會猜的 妳怎麼運氣這麼差 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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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喔 確定了嗎 好 王燦先生 你的故事是真 還是假 請揭曉 我的答案是 假的 這個就是我聽過 Kobe Hero Champion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的故事 在他那個時候就很重傳來 是一個當代 他現在大概沒有 很少在演八點檔了 這個假故 很久很久以前 流傳下來的 跟他很好的朋友 就是我講15年前 當時我人也在那個地方拍戲 而且是被整台巴士圍起來的 那你也在那就是真的 不同劇組 不同劇組 我在拍我的戲 他在拍他的戲 他目睹的 他不是發生在身上 對 別的劇組 他男主角是誰 男主角是誰 這個不姓怎麼可以講嗎 不太好 太容易猜了 太容易猜了 他性格特別 5秒鐘嗎 1 2 1 8 好冷喔 其實還 還美啊 還蠻美的 美麗的迷模影評要轉身囉 要用迷伯的姿態轉身 要走秀 要自信 驕傲的 轉過來要走秀 3秒鐘 3 我跟你講 我們聽有節目 彩妝品有置入 一 請轉身 性感 好美喔 好美喔 妳好美喔 妳喜歡嗎 這跟長相有關係 你現在沒一個要什麼意思 原來我長得醜 我們的基底比較好啦 不管怎麼樣 學會到怎麼樣去評別 真話跟假話 我真的要評別能力 恭喜王燦先生跟曾智希 謝謝王燦先生 謝謝王燦翔 好了 學會說真話 說好話 才會有大高潮的好日子 有事上座 無事 會同 Bye Bye 我們一定以為 今 不會有 有居然 有 ry市 藥 令 puisqu 明尺